他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屌丝男孩 高考失利后便宅在家中混吃等死 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最大的爱好就是偷窥邻居家的小姐姐 女孩甜美的外表让他怦然心动不能自我 吃饭时要看喝水时要看 就连睡觉前也是念念不忘 直到有一天女孩带回家一个男人 两人关系暧昧热情拥抱 躲在暗处偷看的男孩心都碎了 毕竟这可是他一直暗恋的小姐姐呀 就在这时恐怖的一幕突然出现 只见小姐姐一把抓住男人的手臂 干净利落的将他控制住 然后手起刀落一刀便要了男人的命 杀完人的他面带微笑 似乎杀人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 事发突然男孩瞬间懵了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小姐姐的真面目 难道他是一个杀人狂魔 他那么可爱怎么可能 男孩觉得一定是自己饿晕了 出现幻觉 这个男孩名叫月朗 高考失利后 感觉整个人生就算完蛋了 他不去工作也没有朋友 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 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终于有一天 他决定上吊结束生命 但上吊的过程太痛苦 他本能的挣扎 却不小心拽垮了书架 书架倒下的瞬间 在墙上拉扯出一个小孔 顺着光线 月朗惊讶的发现 隔壁居然住了一个仙女姐姐 他外表清新靓丽 月朗只看一眼 便彻底沦陷 现在他不想死了 接下来的日子 他每天盯着小姐姐不放 窥视他的一举一动 满脑子都是屌丝的终极幻想 由于没有工作 月朗经常吃不起饭 这天他来到楼下偷吃邻居家的外卖 正好被小姐姐发现 在女神面前丢人 这让月朗很是尴尬 他极力辩解 结果小姐姐根本不在意 还邀请他到自己家吃饭 月朗欣喜若狂 他没想到 小姐姐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特别善良 吃饭时 月朗狼吞虎咽 满脸幸福 小姐姐看出了他的迥样 于是邀请他 没事常来蹭饭 月朗也是毫不客气 往后的日子里 小姐姐成了他的免费饭票 每天一到饭点 他便会跑去蹭饭 填饱肚子之余 还能和女神亲密基础 这让月朗感觉每天 像是活在梦里 简直太幸福了 直到这天 女孩带了个男人回家 还残忍地将他杀掉 凶残的手段 和极致的杀伤力 让躲在暗处的月朗 惊讶不已 即便如此 他还是选择不相信 这么善良的小姐姐 怎么可能是杀人魔 他把一切想象成 是自己的幻觉 然而 这样的事情 时不时的还在发生 月朗看着蹦剑而出的鲜血 和小姐姐被染红的脸颊 于是确定 这些都不是幻觉 他没想到 这个天使般的女孩 竟然真的是个超级杀手 与此同时 女孩发现了月朗的窥视 一刀插进了墙洞 月朗很害怕 慌不择路地逃跑 却被追赶而来的小姐姐 堵在了天台 他自知自己不是对手 跪在地上束手就擒 小姐姐用刀锁住 她的脖子问道 你现在就要死了 有何感想吗 月朗思索片刻说 我就是想和你交往 没想到 小姐姐竟然一口答应了 行吧 开始 月朗懵了 这到底是什么鬼 幸福来得太突然 不管了 先亲一个 结果 却被小姐姐温柔地阻止了 小伙子别这样 老娘怕手里的刀子拿不稳 就这样 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情侣 一起吃饭 一起约会 无聊时 还会对着墙上的洞口聊聊天 月朗也在便利店找了份工作 渐渐地重拾生活的信心 只不过 当他每次拿起小刀时 都会想起自己有个杀手女友 他从小就开始学习杀人 从来不知道感情是个什么东西 只要一有空 就会带着月朗看他杀人 在他眼里 也许这就是情侣间的信任和浪漫 但这种残暴的现场直播 却让月朗有些反感 小姐姐看出了他的心思 于是便告诉他 我们杀手可是很讲原则的 这些人都是游荡在街上的罪犯 为此 月朗特别留意了每天的新闻报道 结果发现 死了这么多人 警察根本就没有立案 所以 他慢慢的也就相信了 两人继续过着杀杀人 约约会的甜蜜生活 甚至小姐姐有时候将猎物带回家 还会隔着墙洞 邀请月朗观看现场直播 由于找到工作经常外出 月朗和楼下的邻居大哥熟络了起来 因为经常偷他的外卖 所以印象特别深 这天夜晚 小姐姐再次邀请他 观看现场直播 月朗很兴奋 结果却发现 这次要杀的人 竟然就是楼下的邻居大哥 在他的印象中 这个男人并不坏 而且还会好心的喂养流浪猫 情急之下 他连忙大声阻止 但小姐姐根本不听 还让他别出声 手起刀落 大哥很快便没了性命 月朗感到很震惊 连忙冲进小姐姐的房间 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 他早已消失不见 只有一个带头的黑衣女 和四个清洁工 他们是专业负责 清理杀人现场的 月朗很害怕 但还是壮着胆子问他 小姐姐到底是什么身份 黑衣女满脸不屑的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堂堂一级杀手 怎么会看上你 月朗一些惊讶 但还是忍不住问 你们不是说 杀的都是罪犯吗 为什么对他动手 黑衣女晃了晃手中的钥匙 带他来到邻居的房间 结果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没想到这个男人外表和善 内心却是恶魔 房间里到处都是刑具 和死去的猫 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变态 虐猫狂 黑衣女接着告诉他 好好珍惜短暂的生活 因为小姐姐除了杀人 不会接触任何人 月朗瞬间觉得 自己整个世界观都要崩塌了 他躺在床上不想动 小姐姐主动靠近安慰 却被他拒绝 他害怕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生怕哪一天会失去自己在乎的人 他劝小姐姐不要再杀人 可他根本不听 两人之间第一次出现了矛盾 不久之后 邻居的妹妹川子找了过来 因为听爸妈说 哥哥已经有一个月没回家了 所以有些担心 为了帮女友打掩护 月朗只好天天陪着他找哥哥 在川子的要求下 房东打开了哥哥的房间 令月朗意外的是 原本血腥污秽的房间 现在已经变了样 很显然又是黑衣女的杰作 他们还在房间里找到一张行程表 上面写着 哥哥已经出游泰国 不确定什么时间能够回来 现在川子终于可以安心了 这天一伙黑帮找到小姐姐 因为他之前曾杀过一名黑帮成员 现在被发现了 他们以月朗的性命向要挟 让他替黑帮办事 但作为一级杀手 他怎么可能任人摆布 于是便一口回绝了 由于担心月朗的安全 小姐姐主动去接她下班 结果刚到家 就发现川子等在了门口 原来妹子觉得 她温暖体贴 乐于助人 动了芳心 她明知月朗已经有了女朋友 还执意向她表白 但这样的举动 彻底惹怒了小姐姐 她用迷药将她迷晕 打算动手除掉 月朗看到她又要杀人 连忙拉她的手 求她不要再杀人 她害怕总有一天会被警察抓住 看着月朗哀求的眼神 小姐姐心软了 这是她第一次踢几刀子 却没有动手杀人 两人的关系虽然很短暂 但却在女孩原本冰冷的世界 泛起了一丝波澜 不久之后 月朗还是被黑帮抓走了 他们威胁月朗 让她劝小姐姐乖乖就范 可她宁死不从 结果脸上吃了一刀 回家后 小姐姐发现了她脸上的伤疤 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她转身就要去杀人 却被月朗拦下 她情愿自己被杀 也不愿看到她再去杀人 小姐姐很自责 她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 这个冷血的杀人狂魔 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可即便如此 她也不愿改变自己的规则 在她的世界里 杀人还会继续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直到这一刻 月朗才知道 对于小姐姐 自己实际上 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再过了几天 月朗又一次看见她带人回家 可这次杀完人后 她并没有露出微笑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悲伤 月朗感觉不对劲 她猜测 一定是黑帮在利用自己 威胁她肆意杀人 月朗心都碎了 她不顾一切地冲进黑帮总部 怒指他们 立即停止杀人 她拿出小刀 和他们拼命 想要挽救自己的女人 但她实在太弱了 被人轻松打倒在地 在众人的围攻下 月朗被打得奄奄一息 但她没有放弃 拿起小刀继续反抗 就在月朗将要避命时 灯光突然熄灭 一颗毒气弹滚了进来 小姐姐冷酷登场 今天她本就是来杀人的 看着躺在地上的月朗 她很诧异 她知道 这个男孩一定是来保护自己的 好傻 好天真 小姐姐没有说话 眼神中杀起凌然 她开启了杀戮模式 今天这些个人 一个都别想跑 手起刀落 她就像能看穿别人的破绽 出手避见血 仅仅过了数十秒 所有人就变成了一具具尸体 事后月朗才知道 小姐姐所杀的 其实是这伙黑帮的成员 他们感动月朗一刀 她就杀了他们所有人 小姐姐接着说 现在我把他们都杀了 你就不用害怕了 得知真相的月朗 倍感欣慰 两人冰释前嫌 惹情相吻 结果下一秒 小姐姐却一刀捅进了她的身体 嘴里嘟囔着 原来杀自己喜欢的人 感觉这么好 真是让人兴奋 电影的最后 月朗并没有死 小姐姐那一刀 早已避开了她的要害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她终于答应月朗 以后不再杀人 至此之后 两人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电影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